今天这位嘉宾曾经是一位婚礼策划师 经营着自己的婚礼策划公司 后来却将自己的公司卖出 专注于婚礼摄影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疫情前后的婚礼行业 又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 记得留守本集《商海名人坊》 带你了解East的创业故事 你好 欢迎收看 欢迎大家收看 《商海名人坊》 摸得到 看得到 感受得到 它不单只是一张3D图 Ralphus Homes您的一站式室内设计平台 East在经验巧合下 对婚礼策划产生兴趣 也创立了自己的公司 尽管经营期间业绩不错 但却无法获利 因此忍痛卖出公司 在公司新老板的建议下 East转型专注于婚礼摄影 公司也在2009年改名为Precious Wedding 继续经营到今天 为新人打造自己梦想中的婚纱照 大家好 我是佩佩 欢迎大家收看 第十一季的《商海名人坊》 那今天呢 我们的嘉宾呢 她是从事婚纱摄影的 我们一起来欢迎East 哈喽East 你好 哈喽佩佩 你好 East 听说你在从事婚纱摄影之前 是一位婚礼策划师 是的 你现在怎样的情况下会成为那个婚礼策划师的呢 啊 那个时候我是高中吧 高中的时候 然后就帮了一个姐姐级的朋友 然后她结婚 然后就要一个婚礼的私仪 然后我就胆处处的去帮她做的 然后就 可是 就是after整个婚礼她过来道谢我的时候 那一刻我的满足感是非常非常大的 然后我就觉得 哇 原来我 原来一对新人的婚礼 因为有我而让他们整个婚礼里面这么顺 的满足感是这么大的 所以当时你的角色就只是一个主持人而已 对 OK 但是从主持人应该 如果你当时有这么大的满足感 应该从事的是婚礼主持才对啊 怎么会是那个婚礼策划呢 可能我很 我很喜欢安排东西吧 然后我就觉得 然后就到了college的时候 就觉得要决定你要读什么 然后那时候是很流行的 就是每个人都去读IT 我也听爸爸妈妈的话也try一下 可是真的不能 就是我就是很喜欢去策划活动的这种东西 所以然后那时候一个姐姐也是跟我讲 其实我看你的性格 如果你去handle event应该是不错的 然后我就去找 找婚礼策划来读 那个年代没有 就读活动策划 就读event management 这样子 OK 但是其实都有相关的 对不对 都有相关吧 到最后event management 你们又under PRP又under Marcom 就读了Marcom了解 所以你毕业出来以后是直接创业呢 还是说你自己有到了一些 event company去实习 从中吸取一些经验才开创自己的事业呢 其实那个时候也 一出来就跟朋友做了 就合伙做生意了 马上 马上 所以可是在做这个时候 就好像因为活动不是每天有嘛 所以那时候也有出去打工就打了几份工 然后都是跟 wedding event有关的 就是我有去酒店做了那里的banquet banquet executive 然后就帮他们revent他们的package 要怎样卖啊 怎样去吸引客户啊 然后也有做过PR company 帮人家搞IPO的 明白 所以你是一股热情的就是在这种活动策划 那当时有没有觉得说自己没有先做好planning 然后就这么冲动的去开始了自己的这个所谓的策划公司 也没有啊 我觉得很无悔啊 都可以啊 因为那时候在 在那个时候做是非常开心的 而且得到的经验是一手的 就是没有别人教你 可是你就是靠你自己 然后你就自己碰自己装 其实也很不错啦 我们那时候做的客源也蛮不错的 就是顾客都会一直介绍介绍顾客回来 所以还蛮不错的 了解 所以反正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有所收获的 对不对 结果你开创的这间公司当时候有赚钱吗 亏钱 没有赚钱的那个原因在哪里呢 就会做客户服务 也会做节目 就不会做商业了 你就不会看利益 不会看价值 就觉得那个收获就好像已经是收获这样 那时候我很 就是太热忱了 我半年三点钟还在客户的家 明白 所以你是热忱远移大过经营的啦 对不对 完全没有想说那个经营方法是怎么样的 只是一股热情的投入 是 是所以就这样就这样子就第一次的生意 就失败 亏钱 出到亏钱也是因为伙伴也想也想轻松一点了 这样子那伙伴要轻松一点 这样就我留下吧 明白 那在怎么样的情况下会转为这个婚纱摄影呢 因为那时候我就把公司卖了嘛 然后卖了就卖了给我的伯乐 然后他就跟我讲 因为你很努力 你做的东西都很对 可是你就是没有时间去经营这个生意 那如果你是一股热忱的 你不如不要把你的热忱放在半夜三点钟 还在客户家帮他做东西 不如你把这个东西最大的量化 所以他讲整个婚礼的 婚礼的计划里面 不如你选一个地方是你有信心 而你也可以把它做到最大量的 然后那时候我就看了整盘东西 我就觉得反正婚礼的婚色 就是拍婚纱照啊 主戒婚纱 是我做婚礼策划的时候 蛮大的一块 所以我觉得反正我有这个经验 那我就集中在这一边吧 所以你当时候做这个婚礼策划的时候 其实也是有包括这些婚纱的拍摄的 对 本来是没有的 就客户的要求啊 你就是包山包海的 就OK啦 也帮你做啦 也可以啦可以 也帮你安排啦 就这样子 所以当时候你自己应该就是自己去找这个摄影师 所有东西都是自己去安排这样子吧 对对对 就以前我记得最传统的都是有一个婚纱公司 然后那些新人就会去婚纱公司 就好像我是在经营的婚纱公司这样 OK 所以你现在也是在经营婚纱公司 就是以前做婚礼策划 就我的客户就不选择这一种婚纱公司 就找婚礼策划师 就可能我们的服务比较不一样啊 比较有多点客户的东西啊 所以他们就选择了我们 那现在我转型了 变成我就是那种婚纱店了 那会不会大家都觉得说 现在的这个市场 可能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会觉得说 去婚纱公司好像是一件很老土的事情 然后因为我看到的是网路上面 好像现在就你自己 可能去一些什么服装店 还是什么你自己 找一些定制的那个婚纱 然后就找自己的朋友 或找一些会拍的摄影师 就可以拍婚纱照啦 其实也是的 所以做婚纱影楼的话 也是要一直跟市场要对得上 就是你不能再用以前的经营方式 去经营这一个生意了 就是你的整个模式要改变 了解 可是到最后还是 back to那个root 就是你给的服务核心 和你给到的方便 就是对于很多 Mass Marker的打工仔 打工仔的话 如果要老婆去租一个婚纱 然后我再找一个摄影师 再找个化妆师 就是他会觉得 我的budget allocation 我看不到那个底 我看不到底 其实对一堆打工的新闻来讲 也是一个压力来的 明白 这样子 所以如果这种就给了 你来就一直过 加钱大概是这样子 你就可以知道你打了什么 明白 那你可不可以就是因为你在这方面是达人吗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在整个的婚纱摄影的 这个整个现在目前的这个市场 它的那个就是怎么样的 现在的这个这个趋势是怎么样的 或者是你如何在所有的这些 婚纱摄影市场当中脱颖而出 对我来讲 我也不懂是不是对的方式 可是我就是一直会问自己 就是到了某个点我就会问自己 如果我是客人 我其实要什么 我要什么 所以我就以前觉得2017年 我觉得为什么每个人的婚纱都差不多 我的货源也差不多 每个新人要的东西都差不多 可是其实他们是想的 他们是想穿欧美品牌 国际品牌的 只是如果你只是打工仔的话 你怎么可以赞到一个欧美的国际品牌呢 所以那时候我就会觉得 可能如果我可以把它拿回来 然后以一个追加的方式 就是你拿我配套 可是你就不用去买一件两万三万的衣服 你才可以拥有 你才可以穿到 你可能跟我租一个追加一个一千块三千块 你就可以穿着这件衣服出家 而且那件衣服我过后还可以租给别的人 所以那个时候反应很好 因为我把这个很贵的梦想放出来给大部分的人都可以 这样子 然后过后我又觉得 时代又不一样了 然后我又看到很多客人都会来问 他会来询问 如果我要把你的船员去巴黎海洋拍照要多少钱 你算出来一定是超过一万的 你的那个Vila多少钱了 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我又在想 这样其实是有这个需求 只是没有这个金钱 这样我又怎样把它量化 所以我就想 然后那时候我就把我们的影楼 变成去一个度假村式的影楼 所以我们后面就有树林 然后我们的studio里面就有咸水池 就泳池 你要拍breakfast in the pool 可以拍这样子 所以然后你要拍hotel room的感觉 我们有个景色hotel room的 然后那时候也开始流行 很多人都要西式的garden wedding 可是马来西亚那个时候是没有什么地点 是有西式 wedding 那就在拍婚姿照的时候 帮他们呈现这个感觉 拍出来的感觉 效果还是很真实的 对啊 很真实 很真实 所以所以还就每次都问 我是客人我要什么 大部分的客人要什么 所以你一直在寻求突破 对对对 一直不断的创新 是必须的 要跟客户对得上 他们的需求要对得上 明白 所以你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 都看到很好的这个效果 他出战时还好 尾部都塞着好不好 可以 有没有面对所谓的这个 竞争市场很大 我不知道说在你的年代 在以前我的年代因为比较久也 我看到 哇 以前的那个婚纱街是一整排的 一整条的 对 然后好像竞争都非常的激烈 然后也有人讲 在那个时候 这个婚纱行业是最好的 但是有一段时间 在我的印象中 婚纱行业好像也走入了这个 给人家的感觉是没落了 因为我看到很多的店是倒闭的 尤其是 然后我还以为说大家用了另外一种模式在经营 那刚刚你说有这个 在做这个婚纱摄影的时候 哎 我也很惊讶 原来真的就是一个婚纱店的这种模式在经营 其实市场一定有的 就是市场怎样都是存在的 是谁被淘汰 谁还站着而已 那如果你还用着很守旧的方式去做 那一定会被市场淘汰啊 所以一定要知道其实后市想要什么 所以现在你看婚纱街 婚纱街的婚纱店也越来越少了 因为大家都搬离开了 也未必是倒闭 当然疫情也是有很多家撑不住就倒闭了 可是也有一些新的 他们的方式可能是更加容易被年轻人接受的 例如现在的客户都会在网上 先搜寻你的品牌 然后先做第一步的了解 那了解了过后 我才跟你做个预约去上门 那以前不是啊 以前就是看婚纱街 我就在婚纱街 那你就从第一间走走走走 然后我是第一间 问家前婚到最后一间这样子 对对对 那现在都没有了 他们都是上网拿完了资料 看完了你的网上的评语 看到的品牌不错了 他们才会去跟你见个面去了解更多 了解 那现在有没有像你现在是做婚纱摄影的 有没有倒回来就是说 有人去了拍摄这个婚纱摄影什么 然后那个婚礼什么 再由你们自己去 就是请你们去包办策划这样子有吗 顾客是有这样的需求的 可是我没有做 你就很专注 对因为刚开始我还会做的 我说代价其实真的很大 因为我又是分身下去了这样子 然后就公司这么多员工跟着我了 我真的不能忽略他们 那为他们的铺拍去管理员工 让他们给更好的服务给更多的客户 我觉得是更重要的 明白 那你刚才也有提到说很多在这个不只是婚纱店 当然那你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们就讨论 就是说在疫情的时候也有很多人是撑不住就倒了 那其实在疫情的这个过程里面 确实应该也没有人在这个时候有心思结婚 当时候你自己在经营这一块的时候 我想知道你内在的一个想法是什么 我也在那几个月迷失过 我也迷失过 就是因为我是个不能停留的人 所以刚开始就是你又去看台湾的店怎么做 中国的店怎么做 韩国店怎么做 就一直看国外的人怎么做 那大家都刚开始就是上网丢价钱 就是你在这个时间买 我给你半价或什么半价都有 那我也有试过一次 我应该是有叫我的团队去安排 去试一下 其实都是失败的 因为我们自己都觉得 我们怎么可能卖它这么便宜呢 你卖它这么便宜 不可行 对不对 对 就不可行 幸好也没有钱到 也没有钱到一两单都没有 所以我们那时候是零业级的 真的是零业级 然后我就开始去思考 然后就开始看到的是 那疫情回来大家会很忙 会超级忙吧 因为你之前订的要回来 然后现在结不到婚的 过后又会结婚 所以我就去着重于 我们的人员的安排 就是开店以后 如果我们以前是做这个量 我要把这个量押去重复 但我的人员要有所安排好 我的地方要安排好 所以我就把我的心思都放在以后的安排了 这样子 先做好准备 对啊 因为我觉得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确实是 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又看到有几家倒闭 我就想到 那你倒闭了你客人怎么办 那就是来我这边 应该是 就是你剩下的人 剩下的店家是哪一些 就是那时候就是他们的选择 所以那时候 很多店家的老板都会聊天 都会讲 哎呀我要裁员啦 哎呀我的人我先裁掉啦 我要先保住自己啊什么的 那个时候我是决定我不裁的 我可以不裁我就拖啦 就尽量拖 可以继续养着就大家养着吧 这样子 所以 因为你觉得这个人缘很重要 你裁了 等一下你找不回来了 对啊你找不回来 你也衔接不到 东西有来你也做不了 对啊对啊 我是这样子的想法的 这样一开会的时候 就大家来抢我的人了 他们开会的时候就来抢我的人 幸好抢不到啦 所以幸好你 我们说的就是比较有远见的 而不是先看 这可能你也真的是撑得住啦 就是当时候我觉得 还可以撑的就先撑下去 幸好之前没有乱花钱 你之前乱花钱就没有了 就撑不到了 明白 了解 可是那时候我的员工们也很好 真的 因为如果知道我们这一行的都是 我们的底薪都不高 我们都是靠抽层 所以那时候他们也是只是收到底薪嘛 其实也是蛮辛苦的 所以那时候人家卖榴莲 我带他们 哎呀妈妈卖榴莲吗 卖榴莲赚几百块一千块都好啦 啊 人家做导物 要做吗 就是它不是一个我们的生意 它不是一个收入 可是它可能就给到他们 有多一个机会 每天赚到几十块吃饭都好 明白 这样子 你还在帮他们安排一些 尽量 尽量安排啦 然后大家都很相信的我 好啦好啦 我跟你一起做啦 啊 这样子 所以他们其实也很好 然后我撑了几个月过后 有点真的担心撑不住的时候 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宣布 然后那个宣布 我收到几个电话都是来自我不同的员工 然后他们就跟我讲 是啊 都可以的 如果你撑不住 你不要出来给我先 你把我的钱分给其他人先都可以 所以撑得住也是靠员工一起撑 不只是自己而已 不要讲到自己很厉害这样 如果他们不跟我一起爱 是爱不过的 了解 那你刚刚有说之前你做那个 婚礼策划的时候呢 就是一股热忱啦什么 结果最后呢做了之后呢 看起来好像很厉害 结果是不赚钱的 那在你遇到你这个博乐的时候呢 叫你在专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想知道这两者之间 最大的差异就是说 你在这个当中学习到什么 当你在专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看起来你那个 比较懂得怎么说生意啦 其实也没有厉害了 就可能有一个人会跟你讲 你好像做错了 对 我博乐也很好 为什么我会叫他博乐 因为他真的给我很大的空间 去碰 去装 了解 就是刚开始 他买了过来也是亏钱的 可是他就看到我们的成长 他看到团队的成长 他看到你亏少了 那他就是会给我机会去再弄 罗陶慧问我 那你觉得还可以怎样再进步 其实这种 我看他对他的孩子们 都没有这么大的空间和忍让 他对我的包容真的是大到 而且也很支持 所以我觉得 其实也是真的很靠他 然后他会实际上就给你一句话 然后就明白我还可以做到怎样 那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就是会不会做事很重要 但是我想可能你会不会做人更重要 因为把人做好了才会把事做对 所以我在想说你觉得说你今天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得到这个伯乐啦 给你的一些支持啦 指导啦甚至你员工对于你的相信呢 你觉得你的成功的那个因素是在哪里 你自己你觉得是你的个性还是你的真诚 可能真的是个性就是很真哦 就是你也不要 我不懂啊我觉得假假你讲不了多久 这样我真的做不到我就跟你讲我做不到 那我真的不会 我也跟你讲我真的不会 我需要去学习 我跟你讲我需要去学习 那当你很真的对一个人的时候 到头来他们是感受到的 因为如果讲要做个好老板 我真的也不算个好老板 很多好老板他们可能会做 会买礼物给员工啊 会请员工吃饭啊 会做很多这种 这种东西 我又不做的哦 我一开一个会 我可以开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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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忘记饭饭 然后大家就其实可能做到很累了 然后又没有人好意思跟我讲 然后可能 可能今年来我老公有跟我们一起开会 他就讲 你真的不放饭的哦 人家饿到这样子了 你也不知道 因为我是做工 我就不知道饿的人 所以 所以我也不算是个好老板 可是可能 可能也努力了 可能也努力了 然后他们也拦不到 就被我逼真努力了 我觉得很重要 可能大家感受到你那份真诚 真心 还有 没有 不要扔掉 不可以这样容易扔掉 不可以因为对手怎样抹黑我 我就要扔掉 也不可以因为市场这样 然后我也扔掉 一定要一直想办法 这样 明白 很好 就是 永远扔掉了 不管任何的事情 所以你没有 这样子听起来 这样在你的创业过程当中有低潮的吗 应该也有 可是我没有什么记得 没有什么记得 对 就是低潮的都挨过了就过了 了解 对 这样子 那我们分享一些比较开心的 你觉得说你在你的职业生涯里面 你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我觉得我会很开心的地方应该是 那种你十年前八年前你服务过的客人 然后他们 我试过的 我试过去那些我去云顶逛街吃饭 然后突然间就有人拍我肩膀 诶 这个是我很多年前的客人 他还会记得我 然后他还会跟他的孩子讲 诶 这个就是以前帮我设计的 我们的婚纱啊 婚纱照什么 就是他们帮我搞的 然后你看到人家一家五口乐融融 那一刹那的感动是 你用钱买不到的 对 了解 不是讲你要努力就做到东西来的 就是 大家会在 结婚过后 我觉得那一当初我 我做的那个服务 其实也是一个见证吧 见证幸福啊 了解 这样子咯 口碑好吧 我觉得是 因为我听说你好像有一个顾客是 全家人结婚都来找你的 是吗 好几个 好几个真的 真的是会有 这样子 就是可能弟弟先开始有我计划结婚 然后姐姐结婚了 哥哥结婚了 姐姐结婚就全部回来找我们 明白 或者是我也做过那种 他第一个婚礼我搞 离婚的第二个婚礼也来搞 找我搞也有 也是有 这样子的 我觉得你还有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就是每个人都很羡慕的 因为你从事的行业呢 是一个很欢喜的行业 就是每次都是见证 每个人的幸福的 对不对 所以相对的这个比较正面的 比较开心的 也有很不正面的 还有很不正面的 也有客人不愿意下来 走行李也是有的 也是有 就是不下来啊 在楼上吵架啊 哭啊 因为婚礼的压力太大了 明白 以前我做婚礼的压力太大了 现在你做婚礼的时候 也是会有我员工也会面对啊 就是突然间聊聊下 然后在面前吵架 然后就女孩子哭这样 也是会有印象压力太大了 这样子 所以协调很重要啊 你这个协调很重要 要做失调 那谈谈接下来呢 接下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因为我自己也很难想象说 婚纱摄影我们还可以 再怎么样的扩展 因为我相信你面对的竞争也很大 包括了很多的国际牌子 或者是甚至我看到市场上的这个 竞争是很激烈的 对 接下来我就想把体验感做得更好一点 因为现在我们SF2的店实在是太挤了 很挤也很乱 然后客人大家都来齐的时候就很吵 有点像巴沙玛楼这样 真的太过多客人在同一个时间在店里面 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办店 我们会去到一个购物店 有两万六方尺的空间 哇 让我的客人可以有自己的一个包厢 就是我试衣服就只有我老婆看到 就其他人看不到 就不用乱糟糟的这样子的 对然后也可以提供更好的就是 可能在她来试衣之前已经做好一轮的职议 所以我们已经准备好衣服给她来试 不过她来到一个新娘看你几百件衣服从中选是很难的 那如果我们提早知道她们的要求 她们想要的感觉是怎样 那提早把我们有的先筛选出来给她 会更加省她的时间 所以接下来我们会比较注重于在体验感 要提升了 这样子 那通常很多人做生意的时候想扩展的时候就会开分店 这种什么的都是生意拓展的一部分 那在婚舍这方面呢 是有这个必要吗 还是说其实把它做得更精更专 像你讲的可能那个地方扩展 让你家有更好的体验其实就已经足够了 其实在婚舍这一部分 我们是真的想做到更精更专 但同时我也开了新的品牌 新的品牌就是做租借婚纱 就是把全部最顶级最好 或者是性价比最高的婚纱 国际品牌的婚纱 带回来租借给这里本地的新娘 所以那个也是我们的拓展的业务 如果你想要有没有拓展业务 可是如果我是新娘 我不是去你的店里面 我要拍婚纱的时候 我这个婚纱就已经是在租借里面了 为什么是开一间 然后是专门去做租借的呢 是谁会去 其实会有一些客人 他是要找婚纱计划 要找自己的化妆师 自己的摄影师 那他们可能要求的比较高 那要求比较高的 可能他们要来的是 冲着某个品牌而来 某个设计师而来 那他们就 原来我们是独家代理这个品牌的 那他们就为了这个品牌而来 在这里租借了 他们就不用飞到去巴黎 飞到去美国 去找这个衣服来穿了 那个在摄影方面 像你讲的 现在你的有什么水池进来的啦 有什么花园呢 那如果你搬到了这个更大的地方的时候 所以场景各方面的这种变化会更多 当我们搬了去新店的时候 我们旧的影楼还是保存着 只是去到新的店面 可能明年吧 明年我可能会设计一个 我们的设计室 就在那边虽然是做室内 可是我还在构思着室内 还可以有什么变化 OK 了解 是有没有说像一些家庭式的 反正有关于拍摄的都OK 是可以去找你们的 都有啊 都有啊 就是也有一些艺人也是有过来这里 拍家庭照啊 孕妇照啊 都有啦 都有的 只是我们如果比较专卖 baby portrait 的 那他的东西一定比我专 了解 所以我们都会跟客人先讲 有没有面对说 现在很多 我看到的是什么韩国啦 还是其他国家 我不晓得就是大家会有那些 到韩国或者台湾去拍摄 婚纱的那种配套 这些会不会是你们 强劲的竞争对手 如果他们是韩国店 来这里开分店 会是个竞争对手 就是他们可能会分剐了一些 market share 正常啦 因为客人也是要选择嘛 本地很多吗 很多所谓的这些婚纱公司 是有外国投资的吗 中国的 现在开始很多中国公司 就是在 在现代市场里面比较好的 一两家都是 他的资源 可能都是从中国来的 他的老板就是中国人 他的团队也是中国人 那些的话会有很大的竞争力 韩国还好 因为韩国 韩风已经慢慢没落了 所以韩风的话 那种公司在这里 没有很大的 很大的影响力了 然后如果讲到台湾店 台湾店就是全部就跑了 就关完了 明白 他们就关完店了 所以现在没有台湾店了 所以你现在面对的竞争对手就是来自中国的 那你觉得说自己是可以跟他们抗衡的吗 我唯有RQ的精神 你就觉得 你还是先把服务做好吧 然后如果你的技能不够人 你就去给团队去再升级一下 我们有特别请了中国老师 整个团队过来给我们做培训 哇 这样子 就是我找中国的团队来拍 我还是找本地的团队 可是我就是吸取了你们的技术 再地区培训 我觉得 我相信我们本地还是有我们本地的 不同的味道 对 我们还是有我们的优势 我们可能也比较了解自己的文化 对啊 因为有的 我的团队也有的上老课 他们就讲 中国东西不是不好 有些东西还是要 还是要把它localize一下 因为可能中国微整形是非常非常普遍 那他们可能不用画眼线 婚纱照都可以很美 可是在这边你不画眼线 可能大部分的新娘的无关都突出不了 这样子 所以我们还是要localize的 明白 精益求精 自比自己 对不对 OK 谢谢你今天的这个分享 我谢谢你才对 对 让我们看到的就是 就是婚纱店不再停留在 可能我印象当中的比较是刻板的 比较是就是以为说欠了片套啊 你就去拍个婚纱照啦 好比较比较 我觉得比较枯燥的 但是今天听你这样讲我觉得说 所以对你来讲 在未来的一个趋势里面 也不是说未来啦 就是一直以来 这个服务在所你的 你的这个专业里面 其实是排第一 第一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的服务 对 服务的素质 就是你对客人的了解 而给予的服务 因为我不相信茫茫的服务的 你茫茫的服务 因为每个人都希望 每一个员工都希望他给的服务是最好的 可是为什么我给的服务那么好 我客人还是投诉我呢 那一定是你不知道客人要什么 如果你知道客人口中的意思 他讲的这句话的意义在哪里的话 那你给予他的是对症下药 那你的服务一定是好的 了解 对 这种最交心的服务 对不对 了解对方 那就是事半功倍 是的 好 谢谢你 谢谢你今天来 喜气满满的一个访问 好 谢谢你 祝福你 也祝福你 谢谢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见 脸书粉丝专页或联络 019-833-2931